來自得客鄉 日本華東的消息 改觀山區有著豐富的 住人生態和美麗的警官 給了很多領域的喜愛 真是非常喜愛 日前 得上位的領域寫 在領域文革基金會 電視今年度的領域作品 這次有展覽的主題 包括生態、林鄉、廟會 早上和紅粉的美景頂頂頂 歡迎大家來欣賞 也歡迎有經濟喜愛領域的好朋友 作為嘉賜 改觀山區有著重力的經濟 當時也有豐富的住人生態 讓很多愛好亮眼的亮眼書 吸到賣賞的美景 他就在日前 在這間門口基金會 得起辦了在領域的亮眼神 會亮眼店 店出賣賞三個經關 還有人文賞品 其實他們在這邊拍的作品 其實他的 內容還是很豐富 很多元化 然後到這個 跟我們眉三文教基金 說我們目前的人文攝影 是比較有點不一樣 我們只要偏重在人文方面 然後他這邊的 這次的攝影展 真的很多元化 內容也很豐富 不像只有人文的話 只有很單純的內容在那邊 我們在這間門口基金會 竹松眉攝影社 是在台風成立已經二十幾年 跟基金會的年會 其實都差不多 我們有一群熱愛攝影的好朋友 大家互相集結起來 互相相承認 互相外拍 互相切磋跟學習 那他們攝影的主題 以生態 人文 然後還有我們的這些 自然山 山 山海的景觀為主 那大家知道 我們嘉義縣 我們改觀 其實是一個 好山好水的地方 其實就是 長久以來 就沒有欠開這個 電影的題材 所以 我們很多 風景窟 我們這些 地圈 山頂的這些 布兜 都是 信手聯來 就可以找到 很好攝影題材的地方 這是一個 很好的 能夠發展觀光 也能夠發展文藝 文藝 攝影的一個好地方 我們現在 我們都知道 現在是 人手一機的時代 攝影成本 其實很低 大家都可以 力量 每個人都可以說 都是 攝影師 都可以 吸出很好的商品 但是 很多人都 你吸收的東西 你的商品名 真的可以 可以協助一個 你的主題的 故事 或是精神 或是說 你這個 攝影師的理念 就非常重要 這也是說 要繼續 大家 交流 切磋 這樣我們的商品 都可以精益求精 希望大家可以 遊行 來看我們的 電燈 來看 欣賞這些作品 如果對 裡面有興趣 也可以交由 我們的攝影師 大家 交流 謝謝 謝謝 這間的電燈主題 包括 生態 林鄉 廟 廟 還有立出 興奮的美景 在這間文靠基金會 緊跟市長出了 十幾點的作品 他家的作品 都是在上面 涼壓下來的社員 協調的美景 歡迎各位民眾 到這間文靠基金會 興奮這些美麗作品 這間文靠基金 先進去 希望彩虹不得 嘉義優先這個品牌 是必須要走的一條路 有品牌就有責任 我希望能夠帶有 嘉義農產品的適配性 跟辨別性 它要負責生產出 最安全的食物 給所有的人消費 像上次縣長帶領我們 去那個國道販售 那也很多通路看到我們 會找你去社會喔 會 太厲害了 對…很榮幸 對你們幫忙 我最近聽到一句 最感動的話是什麼 說縣長 要是颱風來的話 我們就賺了 他們就在想說 我怎麼克服 當別人沒有辦法 我有 我們就賺了 老一輩啊 種田的人 他們不太計較成本 只問你種出來的東西 你的品質 是不是能夠給消費者 最好的東西 那我想這個就是 所謂的嘉義的農業 漁業跟畜牧業 最好的傳承 就是嘉義精神 這個傳承的責任 就在你們的身上